喂,你是什麼星座的? 那你應該有時候很外向、親切和善於交際 但有時候你又很內向、謹慎和有所保留 你有時候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做出正確的選擇 你會喜歡一定程度的選擇和變化 所以在受限制的時候你會不滿意 是不是幾次呢? 這個就是別人稱為巴南效應 是由一個美國的心理學家Bertrand Foer提出 形容人是會對他們認為為自己量身訂造的人格描述 給予一個高度準確的評價 但其實這些描述往往都是很模糊和普遍 根本就可以形容在很多人身上 但只是你覺得這個是特別為你而設 所以就特別準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占星學和星座運程其實在社會變得很普及 如果你都懂得運用這些字詞 其實你都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專家